明星期三想架的Shall We Talk 請來張德蘭聊天 她去年做過輝煌演唱會 大家要掛念她唱《網中人》、《情義兩心堅》、《願君心記取》等金曲 這個訪問她會講講由三歲開始做童星 在禮院集團、歌壇、旺角歌舞廳、道歡樂金燒、四朵金花 出唱片做歌手至結婚淡出和學中醫的故事 一向感情豐富的她 一講到童年時有長輩栽培已經眼紅紅想哭 她覺得一直以來的經歷要感恩的人很多 她是觀眾一直喜歡斯文溫柔的張元婉張德蘭 我三、四歲的時候 其實我未接觸電影或電視 那時只不過是因為我家人比較多 我是排第十 十兄弟姐妹 我有四個姐姐、五個哥哥 那時就認識了電影有個叫黎卓卓 很多電影都是做人家媽媽的 她有個親戚開了一間教跳舞 我姐姐想去看明星 她跟媽媽說很想帶我出去 因為她們剛剛招收一個演員 她有一隻舞叫十大者 還有一個蠟燭舞 她要找齊十個不同高矮、不同年齡的人去演繹這兩個舞蹈 所以我姐姐很厲害 就找這個藉口帶我去 她們又看中我 我開始表演就是那時 三歲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是跳一個蠟燭舞 還有一個十大者 我是最小的一個 後期就是因為參加了當時有一間很出名的百貨公司 也是招收很多的小朋友去做這個時裝表演 我又在那裏玩一下 穿一些童裝做不得意 因為很開心 有很多漂亮的衣服 要拍照 因為那時都沒有那麼先進 通常是做宣傳 都是拍一些相片在一些報紙上登 又或者是在大會堂那時很厲害 在大會堂那裏做一個時裝表演 在那裏有一年他們搞了一個母親節的歌唱比賽 當時百貨公司的宣傳部 她問我有沒有興趣參加 其實都不是問我 應該是問我媽媽 我甚麼都不知道 那時他們找了一隻小方方小姐唱的媽媽好的唱片 那時還是黑膠唱片 他們借了唱片機給我們 因為我們沒有這些 那首歌是唱國語的 我是廣東人 我小時候又很有趣 我想每個小朋友都會有一種很好奇的心 你會覺得是一種遊戲 我又不停地聽 不停地學唱 到時候又上台去做這個比賽 唱媽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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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自己的心裏 我想我小時候的心情都是 很想把這首歌學好 因為我很想唱給媽媽聽 很想告訴媽媽我愛她 唱媽媽好 講一講都感動 為甚麼 不知道 我比較容易哭的人 回憶到一些童年回憶 心裏湧著一些情緒 是嗎 其實自己都很幸運 因為我媽媽、爸爸、哥哥、姐姐都很疼我 其實也很感謝她們 在我一個很不認識的小朋友 她們擺了很多心機 我現在知道她擺了很多心機來培育我 她可能是當時已經發現 你好像對音樂或跳舞方面 都有少少天分 給我很多機會 現在想回 其實真的很感恩 很感謝她 講完你的名字 張元元也很特別 原來你真名是張元元 出世只得是張元元 這個名字是由來嗎 為甚麼叫張元元 就是我爸爸媽媽給我的 好像我剛才也說過 因為我家是排第十 因為那個年代很多家庭 都沒有像家計會的要求 所以我想有兩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就是當時 可能我爸爸媽媽覺得 已經足夠了 已經十個了 不如一個元 也擔心她不可以 那就兩個元 我記得我們那個年代 有一個漫畫書 叫做小元元 很多人都買來看 可能我爸爸媽媽也 由這本書也啟發到 最小的這個叫做元元 那時候他們會在農曆年 有一個演出 那個演出很特別 當年有雜技表演 有魔術表演 那個年代還有很多 那些小狗在打關斗 跳火圈 他就想想有一個好像我這麼有趣的小朋友 在這裡就負責跳舞 他就跟師傅說 一個團體裡面有這麼多人 又認識到很多不同界別的人 當時那個雜技團 我記得叫江氏雜技團 他們就是在禮院一個雜技場 那裏做表演 他就在那裏認識了我之後 又跟我媽媽說 不如你給女兒來我的劇場表演 所以你就開始去了禮院 在禮院開始做 那時候也是四五歲 是四五六歲左右 因為禮院那裏有很多不同的劇場 譬如一入門口 右手邊有個歌壇 專門聽唱歌 再走入一些有些是做話劇 再走入一些有些是做八派的 接著我們那個是做雜技、魔術 加上我就跳舞 那時候有一個歌手 因為我當時叫他姐姐 所以很抱歉我到現在都不記得 那個姐姐叫甚麼名字 但他很好 他就教了我第一首歌 就唱高山清 其實那時候太小了 其實不太知道是甚麼 但就很開心 因為有姐姐跟我玩 有姐姐教我怎樣唱歌 有一晚他就叫我 不如你一會兒 姐姐唱完歌 你又上台唱歌 唱回我教你的歌 好嗎 這些小朋友是沒有事的 很開心 因為終於有機會學姐姐一樣 在台上 很興奮上去唱 那時候小朋友是不怕的 而是很開心的 因為你唱完歌 那些叔叔叔 那些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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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拍了手掌 你覺得自己很擅長 我記得歌壇的班主 我叫他中叔叔 他跟媽媽說 你這個小朋友好像唱歌 也很有天分 不如我介紹一些老師 他去學習也好 那時候跟了一個 很有趣的 我們學唱歌 沒有一個真正的音樂學院 通常就是 我記得那時候跟那個師傅 就是下午 那時候也有那些舞廳 下午他們不開 師傅會彈琴 我們就去那個舞廳 他就在舞廳 他很有心機地教我 唱得多少首的時候 然後那個班主就會問我媽媽 學了一些德修 然後足夠的歌 他就說 不如你在那裡跳完舞 來我這個歌壇唱一部分 這樣開始 香港的樂壇就有歌廳 海天歌廳 我記得當時在旺角 那時候一天有四場 我記得當時就是 海天歌廳的老闆 他下來聽唱歌 然後就跟我媽媽說 不如你女兒不要在這裏唱 她這裏很辛苦 因為唱很多首歌 不如來我歌廳唱 那時候我們那個舞台 音樂那部分很小 但有一條天橋走出去 然後兩邊就有很大的沙發 有個茶機仔 其實那時候歌廳是有東西吃的 可以叫東西喝 一邊吃東西 不像現在的形式 在那裏開始了 就不需要在歌壇 也沒有在雜技那裏跳舞 因為那時候很多遊樂場 不只是麗園 那時候我們早期有啟德遊樂場 也有傳播 又後期又有元朗遊樂場 差不多這些我們都有去唱 另外那時候也參加了TVB做歡樂今宵 那時候是蔡和平先生 因為歡樂今宵是一個家庭節目 有很多趣劇 沒理由趣劇全部都是大人 所以就找了我進去做小朋友 那四朵金花組成的過程是怎樣 其實四朵金花的組成 其實都不是刻意 好似剛才你所說 我們在牧人巷長大 其實牧人巷就是我們錄影室外面 去等入廠的地方 我們通常下午已經要彩排 所以很多時候都在牧人巷的椅子坐 聊天 有一天我們拿著一本歌書 因為那時有些歌書很厚 英文歌書 有空大家在那裡揭 一邊揭 大家又唱一下 那些手又唱一下 那些手又唱一下 那時的導演李志忠先生 經過 你們四個挺有趣 唱得挺好聽 不如你們下個星期 我那晚 因為那時每晚不同的導演 我那晚你們四個一起唱歌 我記得那時 我忘記肥姐說 還是Lisa姐說 她說 我們高矮肥秀齊齊齊齊 公司做不做制服給我們穿 美衣人 那麼你們去服裝間度身 總之你們穿得一樣出來唱 我們四個就好開心 立即去服裝間度身 然後有肥姐、Lisa姐、明明姐 想想我們穿什麼衣服、什麼款式 我記得當時我們第一件 好像白色的口袖褲 一條裙子 但我們很開心 當時唱一首歌叫Chap a Chap a Chip Chip 在那段期間對於我來說 我是受益良多 因為當時又唱英文歌 又唱國語歌 我最深刻印象是 當時每個女生都很喜歡做白天鵝 我們穿過芭蕾舞裙 又學了別人這樣 用芭蕾舞鞋來企高自己 如果不是有四朵金花 根本你沒有這樣的機會 去有這樣的嘗試 張德蘭唱陸小鳳的插曲 《鮮花滿月樓》 而願君心記取 就入選第一屆十大中文金曲 她那時才十七八歲 之後又推出了很多金曲 原來她唱卡通片主題曲開始 另外有一個對你很大影響 就是輝哥 因為她首先叫你唱廣告歌 應該是一組唱卡通片的歌 因為我們那個年代 下午播很多日本來的卡通片的歌 為了吸引小朋友更加喜歡這套卡通片 他們就會改了一些中文歌詞 我第一首唱的是鐵金剛 那時很簡單的 我們在一廠錄 都不用去到錄音室錄 之後那些就不是 之後那些輝哥就會去錄音室錄 唱了卡通片的歌之後 那個時代有很多廣告都是輝哥去寫的 他又很需要人 首先要唱Demo 給一些廣告公司聽 這個歌是否適合 他就會找我去 到了後期他們唱了《遠君心記錄》 都是同一支碟 《遠君心記錄》 他們就要出碟 然後就跟我談 可不可以不用張元宇的名字 因為怕別人先入為主 覺得是一個小朋友去唱歌 他問你會不會有另一個名字 他說要不我叫你麗莎 你改 我說不用 我說因為我有個姓名 如果你喜歡你用我姓名 我的姓名叫德蘭 他們就用了德蘭的名字 我都沒有理會這件事 到K18的導演說不如你來我的節目公佈你長大女兒 就不再叫元宇了 就叫德蘭 不過說來說去我們都沒有簽合約 反而我第一支唱片就不在香港 是在新加坡的 因為我那時就去新加坡登台 我們那時登台的時間比較長一點 有一個多兩個月在新加坡 那時在新加坡都唱很多唱的 因為它有一個地方近海邊 有夜總會、有酒廊、有酒樓 我們要唱三個地方都要唱 當時有唱片公司的老闆來聽我唱歌 因為我到新加坡很久了 所以他就說不如你簽我唱片公司 我媽媽也覺得奇怪 但那時老闆非常有誠意 他每晚都來聽我唱歌 每晚都來跟我媽媽聊 不知為何我媽媽也答應了 所以我第一支碟是新加坡 那支碟叫甚麼名字 那支碟叫心花房 我當時在新加坡的唱片和香港的永恆唱片 有生意的來往 他就把我的合約轉來香港 他的說法也是 因為我始終整個都在香港 如果我在香港錄音或其他東西 就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不oh 所以不再需要飛去新加坡邊唱片 到那 66 1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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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elo 00 также便是 正式真好聲響貌公司歌手 即正式認識香港歌手 就是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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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verf stressed out activity 這樣便是 真的很感恩,當時他們給我機會 而歌曲又得到大家的喜歡 還有《神雕俠女》的幾首主題歌曲 《情若真》還有其他劇集的歌曲 張德蘭和丈夫Frankie結婚35年 他們很早在聖堂認識,在TVB相遇 當時Frankie做助盜,之後她轉為保險 兩個人又認識到現在,是一段很長久的愛情 我們很有規律,在歡樂甘燒街上24、135 有個時間規定 很多時他們出來外景或開人會 都會去不同的廠去看看有什麼需要 或是學習東西,我們有時剛好來到一廠 我們又不開始排隊那部份,大家聊天 慢慢熟落,她有時知道我便下班 我又是廣播到很近的 不如我陪你走回去,走回去五分鐘 這樣已經叫做開始拍拖了 其實不是的,初初都不懂得拍拖 不是朋友嗎?初初未知道什麼是拍拖 後期有時問,我記得那時好像我在做廣播劇 我都會問是否拍拖呢? 那時問監製李康裘小姐 那時看電影或電視多,究竟是怎樣呢? 那是否怎樣去分呢? 是否是朋友,因為在拍拖的朋友呢? 怎樣才得到答案呢? 我想是到了一段時間之後,大家溝通多了 我想都好像電影那樣 你會有時有很多事情,你都很想跟她分享 還有真的好像電影那樣的 可能要見到時的心會跳得不不不不不不不 是真的有的 先生最大的優點,當然他首先要很疼愛我 還有我很喜歡他,他是很勤力的人 還有他對朋友、對同事、對家人都非常好 可能他習慣功夫時小時候講 很有合意 很幫人 珠絲重道的思想 在武館長大 有這些 結婚後他就說 你不要出去做了 淡出樂壇,是否他提議你 沒有 其實他都給我很大的自由 因為結婚後為何沒有做呢? 因為我的思想比較傳統 因為我經常覺得 因為我小時候已經做了這麼久的娛樂圈 很希望如果自己有家庭之後就專心好照顧家庭 照顧好身邊的人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這樣就不是很適宜在娛樂圈再做 因為你知道我們拍攝或演出都有很多時間 而且也有一點點顛倒時間 我又不是很想 我又想嘗試一下真正的做一個家庭主婦 那時就跟自己說 做了家庭主婦這麼久了 我又想找一些東西去學 但大學的東西我又不想找回一些我自己接觸過這麼多年的音樂 我想有些完全不同的東西 那時浸大就跟澳洲的大學一起合辦一個中醫的課程 其實我都不是第一屆 我好像不止是第二屆還是第三屆 但他這個課程就是比我們成長了的人 在晚上上學的 所以我聽聽也挺好 因為這件事我完全未接觸過 是一張白紙來的 對於我來說我覺得這件事為何這麼有趣 很想很想去知道這方面的知識 所以很幸運他學校又肯收我這個學生 但也有條件 他也是第一年如果你不合格 他就說不好意思你不要再讀下去了 所以我第一年 我多辛苦都要克服他 其實真的是一個挺好的一個磨練 因為你從一些完全不懂的東西重新去體會 去學習 令到自己的人生更加眼界都不同了 和張德蘭做這個訪問 聽到一個單純的小妹妹 自小入行表演 去到電視再度出唱片 到結婚淡出到現在 仍然是這麼溫柔 非常之難得 最後想問他 假如有機會讓他約一個人坐下來聊天 他約誰呢 如果要約一個人出來聊天 我其實都是一個演員的影迷 因為我很喜歡看他演戲 就是這個如麗史翠寶 因為他很厲害的 他很多戲 我真的不明白他為何可以每套戲 不同的角色 他真的可以扮演到那些人的邪 那些很細微的表情 還有他還做戲之外 好像媽媽媽一樣 又可以唱歌 又可以跳舞 真的很欣賞他 那些我希望又好像難一點 因為他在外國 想找他來談談 為何他可以在演戲、唱歌方面做得這麼好 是用什麼方法 真的很想知道 他已經試過過 本來也來談 strategy RO? 無論是地躍 甚至於不同河 這讓我們絕對 aimed人生 如果理解 fishermen 大 高